大家好 现在很多人都认识到 孩子也可以做厌眼的 譬如说很多人担心孩子近视 就是近视之前就应该先厌眼睛 但是在安森 我们六个月大的孩子就可以厌眼的 虽然不是每一个世光医生 都会看六个月的孩子 譬如我是其中一个 但是 有些人还是没有清楚认识到 为什么孩子这么小就可以做这个检查 那我们六个月大的孩子 检查什么呢就是首先是检查 他两眼是不是平衡 度数是不是差不多 譬如说他一边眼睛是300度的 远视的一边眼睛是600度的远视的 那600度远视的那个眼睛 可能就会容易会变成弱视 我们可以找一点处理和治疗 然后就是我们用这些 镜片上面有0度 到近视的 1500度还有远视的 1500度都可以看到 然后就透过这个观看进去 这个叫Red Noscope 就是看他那个红膜 然后那个光的反应 然后第二个就是看他有没有邪视的可能 邪视的可能就是他两眼 就是我们亚洲人呢 那个孩子的鼻子比较塌 然后这个皮比较厚 但是鼻子会长出来的 但是小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 主要就是看他那个皮厚的时候 会不会遮住眼睛 或者是眼睛是真正的 邪视 就是所谓上的斗鸡眼 那是怎么看 我们通常就是看他孩子 就是照出来 他那个 瞳孔里面那个也是看那个光的反应 我是从九个方向看他 那个反应是不是造成他写视的 如果他的眼睛都是 九个方向都是平衡的 那这写视的机会就不大 但是如果他这里是平衡 但是这里就是分开了 然后或者这里分开了 那就有可能就是斗鸡眼 或者是内血或者是外血 这些都有可能的 还有就是看他眼底有没有长异常的东西 比如说有一种肿瘤是眼底长出来的 然后他也不疼 因为所有我们所认识的肿瘤 都是没有痛感的 所以我们看进去 就可以看到他眼底有没有长东西 他如果长了东西 长肿瘤什么的 他反回来的那个光是 比较不同颜色的 就可以看出来 是不是要早点处理 比如说如果他眼睛没有处理 没有早点检查的 那可能会旷散到身体其他的部分 那身体其他的部分 也可能需要做手续其他的 那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越早检查越好 那六个月孩子 是可以做第一次 试管医生的检查的 那在暗层他们 可以用医疗卡做这个服务 那一年可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的 好谢谢 我是连云林试管医生 更多的资料在我的website wardenoptometry.ca 谢谢